今天财经快报 在两架喷气式客机坠毁造成346人死亡后 波音公司达成的一项25亿美元的和解协议让该公司避免了刑事起诉 但未能解决有关这家航空航天巨头飞机安全的问题 软件更新如何导致全球史上最大IT当机事故 周五全球各地的许多公司和个人的电脑都遇到被称为蓝屏死机的故障 这在个人电脑中是个常见故障 例如在电脑过热时便会出现 经济学家下调美国通胀预期为美联储降息提供支持 经济学家下调了对美国到2025年上半年的通胀预测 并预计失业率将略有上升 这有望推动美联储启动降息 对经济学家的最新阅度调查结果显示 发生重大网络安全事故 CrowdStrike跌超9% 周五CrowdStrike CRWD US股价走低截至发稿 该股跌超9%爆311.94美元 该公司软件发生重大网络安全事故 使全球范围内的航空公司银行和金融服务的服务中断 早盘 美股涨跌不一CrowdStrike发生安全事故后股价重挫 19日晚 美股周五早盘涨跌不一 道指下跌于100点 CrowdStrike公司发生重大网络安全事故后股价重挫 投资者继续关注板块轮动状况 夏威夷电力暴涨超42% 你支付于40亿美元解决毛衣岛山火诉讼 赔偿金额低于预期 格隆会7月19日夏威夷电力 HEUS盘出暴涨超42% 爆18.18美元 创2023年8月以来新高 消息面上 知情人士表示 夏威夷电力等公司已初步同意支付于40亿美元 美国总统拜登的竞选经理 拜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决心击败特朗普 美国总统拜登的竞选经理 Gen O'Malley Dillon在接受MSNBC采访时表示 那些建议拜登退出竞选的只是一个小运动 O'Malley Dillon说 SIGA Technologies或美国政府1.13亿美元 Tipos采购订单盘出涨4% SIGA Technologies公司 SIGA US在周五的盘前交易中一度上涨约7% 这一月升与其宣布的一项重要交易紧密相关 美国政府决定行使选择权 以议 开盘 美股开盘涨跌不易科技股继续承压 19日晚 美股周五开盘涨跌不易 Crowstrike公司的重大网络安全事故使科技股承压 投资者继续关注板块轮动状况 美股财报与美联储9月份降息的可能性 英贸易大臣目前不准备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 据英国媒体报道 英国商业和贸易大臣乔纳森·雷诺兹日前参加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时表示 英国目前不会效仿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 斯伦贝谢与哈利伯顿业绩亮眼迎新机共建国际油田强劲需求 全球领先的油田服务提供商斯伦贝谢 SLBUS和哈利伯顿 PELUS在今天公布的财报中显示 他们的收益达到或超出了市场预期 这一积极结果反映了国际市场对原油钻探的强烈需求 美银投资者涌入美股押注特朗普胜选和美联储降息 美国银行的策略师表示 投资者正纷纷涌向美国股市 因为他们对美联储9月降息和唐纳德特朗普赢得大选的预期升温 由Michael Hartnett牵头的美银团队援引EPFR 微软全球大崩溃 发生了什么 大事故 微软Windows系统刚刚崩了 而且影响到了全球用户的使用 当地时间7月19日 微软公司旗下部分应用和服务出现访问延迟 Wedbush全球荡机事件对CrowdStrike造成重大打击同行有望获利 Wedbush证券表示 此次全球网络中断导致全球电脑瘫痪 航空旅行中断 这对网络安全公司CrowdStrike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 对冲基金未雨筹谋抛售获利股为美国大选筹备弹药 对于美国大选 采取这个交易策略如何 现在就卖掉获利股票 这样今年秋天你手头就会有现金在大选白热化之际大举买进 这正是对冲基金自5月份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生物技术公司Artable Biotherapeutics IPO定价12美元股今晚登陆纳斯达克 专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癌症细胞治疗的临床阶段 生物技术公司Artable Biotherapeutics ARTV US宣布了IPO条款 该公司以每股12美元的价格发行了1390万股股票 筹资一 知名黑天鹅基金创始人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泡沫就要破裂了 转载 金石数据现在他认为 一场大规模抛售即将到来 股市可能腰斩 不过 预测市场崩溃的大致时间 比对冲投资组合的风险要难得多 很多人甚至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KC Smart Mobility 拟向一行智能采购总计30台EH216S飞行器 一行智能EHUS 在周五宣布与关中巴士控股的子公司 KC Smart Mobility 签订了一项重要的购买及运营合作协议 这一举措表致着双方将在城市空中交通领域展开深入合作 信用卡支出增幅放缓 美国运通预计今年营销支出同比增加约15% 周五美股盘前支付巨头美国运通AXPUS公布了第二季度业绩 该公司表示第二季度信用卡账单增长有所放缓 并警告称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增加营销支出 美你加码芯片贸易限制商务部 中方反对美滥失出口管制 7月19日电居商务部网站消息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媒体报道称 美国你加研半导体等领域出口管制答问 有问 有媒体报道 美国正考虑采取更严厉措施 盘前 道指期货跌0.2% 全球当机让科技股雪上加霜 美股股指期货周五盘前涨跌互线 主要经济体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投资者的阻力 同时全球范围内的航空公司 银行和金融服务的服务中断使本周市场更加动荡 董王为上台 每个之风已席卷华尔街 这家X86架构开创者踏上长牛之路 子弹擦过特朗普的那一刻起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几乎失去悬念 马斯克甚至将特朗普与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总统之一 西奥多罗斯福相提并论 李莱减肥药在中国获批将和诺和诺德直接竞争 7月19日 李莱 LLYUS 穆丰达注册商标符号 T2博泰注射业 长期体重管理适应证 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NMPA 批准 穆丰达注册商标符号是首个且目前唯一 获批的葡萄糖依赖性 促以导塑多态 JIP 纳斯达克回应微软蓝屏问题 预计美股正常开盘 根据电邮声明 纳斯达克表示微软 Crowd Strike问题对其交易系统没有影响 纳斯达克表示 盘前交易不受影响 预计其所有美国市场将正常开盘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媒体报道称 美国你家研半导体等领域出口管制答问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7月19日就媒体报道称 美国你家研半导体等领域出口管制答问 特斯拉新家断电谁来修复 德州州长甩锅电力供应商 美国德克萨斯州在巨峰贝利尔袭击后仍有约2.5万户家庭断电 在巨峰贝利尔袭击美国德克萨斯州10天后 该州仍有约2.5万户家庭断电 三星与罢工工会同意重启薪资谈判 据报道三星电子SSNLFUS及其在韩国最大的工会代表 同意在上周开始的罢工后于周五恢复谈判 上周三星的工会工人要求公司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 泽连斯基若特朗普胜选会带来困难 但乌只能与美国合作 据路透社18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 如果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11月总统选举中获胜 对乌克兰来说将是困难的 但乌克兰只能与美国合作 Crowstrike CEO已部署解决全球荡机问题的方案 导致全球大范围荡机的始作俑者 Crowstrike CRWD US CEO表示 公司已经确定了导致全球Windows系统崩溃的更新 并且已经部署了修复程序 Crowstrike